接下来我再来把这一块区域种上花 这个台阶我是计划摆这个蓝棵植物的 买了一颗兰花先到了 现在我就给它上盘 我买的是这个仙剑白木 这个苗看起来还不错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盘 因为这个兰花它是漏制根 所以我们最好选择这种透气性好一点的花盆来种 比如说这种桃盆泥盆 还有这种紫砂盆 然后就是这个口径 种兰花的话一般看它的这个根 比这个根大一圈的这个花盆就可以 深度的话因为兰花它的根比较长 所以要用这种深盆来种 我就选这个竹刀盆来种 接下来就是给它配土 兰花这种漏制根 它是非常怕湿的 如果用普通的土来种的话 它就非常容易烂 所以一定要用这种透气排水性 非常好的土来种 怎么判断这个土适合种兰花呢 有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 就是从上面浇了水下去 很快这个水就从底下流出来 而且是大部分都流出来哦 让这个土始终保持一个润的状态 怎么办论它是一个润的状态呢 就是把这个土抓在手上抓一把 它挤不出水来 但是这个土看上去又是湿的 市面上有很多这个兰花土是纯粹的 这种颗粒物 如果是新手的话 我不建议你们用这种土种 用这种土种的话 稍微浇水不及时 这个兰花就容易空耕 这样也很容易把这个兰花养死 最好选择这种粗细结合的土来种 这种土的话 不仅不会让兰花空耕 而且更肥沃 能让兰花长得更好 开花更多 像我自己配置的兰花土 就是遵循这个原则 想买这个土的花有 可以上淘宝搜索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这个根没有烂的我就不处理了 直接上盆 这个兰花上盆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就是要在这个中间给它包到土 这样包 这样就差不多 然后再把它放进去 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呢 就是防止它里面的根接住不到土 就容易空根 表面再加一点稍微细一点的颗粘 把它拍一下 把这个土拍下去 这个兰花上盆不能去摁这个土 只能拍这个盆地让这个土下去 否则这个根就容易压伤 就会烂 再给它浇透水 如果是这个炒土上盆 还有就是你修根了 这个根有烂的 就不要这么急着给它浇定根水 过几天再给它浇 大家看这个水立马就从这个底下流出来了 流了这么多 浇透水之后再把它搬得去缓苗 然后把它放在阴凉通通的地方缓苗 这种裸根花上盆的话缓苗时间就要久一点 要缓一个星期左右